我们今天来讲讲石榴,秋天的应激水果 石榴不仅颜值高营养丰富,还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健康上的好处 从皮肤到免疫力到大脑 所以今天就来讲讲石榴的十二大健康功效 第一,抗氧化抗炎症 慢性炎症会引起许多的慢性疾病,包括心脏病,二型糖尿病,癌症和二次海默症 石榴中含有一种多分类的物质,叫做胺石榴干 已经被证明的有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 石榴的一些非常显著的功效都和胺石榴干有关 第二,抗癌症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疾病之一 基因突变可以诱导癌症的发生 石榴中的胺石榴干具有抗突变,抗增生和清除自由基的作用 有助于对抗炎症和减缓癌细胞的生长 这一两年已经有很多的实验证明 石榴这种水果对肺癌、肝癌、乳腺癌 前列腺癌、皮肤癌和结肠癌有一定的抗癌作用 第三,降血压 石榴汁富含丹宁具有抗动脉周样硬化、抗衰老 强效抗炎化的特性 早在2011年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研究就发现 石榴汁通过抑制血清、血管、紧张素转化煤的活性 从而能够降低收缩压 这个和抗压药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 2017年的一项惠粹分析也发现 每天喝石榴汁的人 它的收缩压和舒张压会显著降低 第四,改善心脏健康 石榴汁可以降低单油三指的水平 改善高密度胆固醇 石榴提取物可以对抗动脉中的氧化压力和炎症 从而减少动脉中央硬化发生的风险 2017年一项针对心脏病的研究发现 每天喝一杯大概是220毫升左右的石榴汁 持续5天 胸痛的频率和严重程度就会明显减少 说明石榴对心脏有保护的作用 第五,改善肝脏功能 石榴含丰富的抗氧化剂 有抗氧化抗炎症的效果 有实验证明 石榴提取物可以促进强抗氧化剂 SOD超氧化物氧化酶的产生 从而减少肝脏部位的炎症和氧化硬机 改善肝脏功能 第六,改善肾结石 石榴可能有助于减少肾结石的形成 石榴提取物可以帮助调节血液中的 草酸盐、钙和磷酸盐的浓度 这些都是肾结石的常电成分 201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 每天给反处发作的肾结石患者 1000毫克的石榴提取物 持续90天 有助于抑制结石在体内的形成 第七,维护消化系统健康 消化系统健康主要有你的肠道细菌决定 当石榴被消化以后 在肠道中产生的尿石素A 能够促进好细菌的生长 比如说双脊盖菌和乳酸盖菌 同时抑制缩撞、牙膀、盖菌等 有害细菌的生长 此外,石榴还含有丰富的前卫素 前卫素可以防止一些消化系统疾病 比如说便秘、痴疮、结伤癌 胃食道反流和气势炎 第八,减少关节炎症 石榴中含有黄酮 黄酮醇是一种抗炎剂 可以改善关节炎症 从而降低由于炎症导致的 软骨损伤和关节炎 第九,提高运动耐力 如果你有运动的习惯 你一定希望自己的耐力能更持久 石榴可以帮你做到这一点 石榴中的多酸能够提升运动耐力 有研究发现 在跑步前的30分钟 服用一克的石榴提取物 可以让运动的时长增加12% 其他一些研究发现 石榴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运动耐力 帮助肌肉快速修复 第十,减缓皮肤酸 石榴中的富含石榴多酸和花青醋 两大抗氧化成分 能够减缓皮肤酸 石榴中的多酸 可以减缓皮肤中的保湿物质 透明脂酸的分解速度 从而达到保湿的效果 石榴中还含柔花酸 能够抑制胶原蛋白的分解 让皮肤保持饱满年轻 减少咒而的产生 第十一,保护大脑 石榴中含有抗氧化剂 氨石榴干 能够通过减少氧化损伤 和增加脑细胞的存活率 来保护大脑免受 二次海默和巴金斯病的影响 它还可能有助于 缺氧缺血性的脑损伤的恢复 氨石榴干在肠道中 被转化为尿石素A 尿石素A已经被证实 能够减少大脑中的炎症 延缓大脑认知疾病的发生 第十二,抗衰老 身体所需的90%的能量 都来自于线粒体 线粒体是人体的发电场 当线粒体受损 或者有缺陷的时候 它们就会通过 线粒体滋事的过程 自我毁灭 然后细胞就会制造出 新的线粒体 在这个过程中 细胞中功能失调 和有毒的元素 就会被回收或者消除 只有不断地更新 陈旧的、有缺陷的 有损坏的线粒体 才能让我们的身体正常工作 当你年轻的时候 线粒体滋事的过程 发生的就比较频繁 但是当你年纪大了之后 线粒体滋事的过程 就会变慢 毒素就没有办法 足够快地被回收或者清除 这样身体细胞的老化 就变快 改善老年人的线粒体滋事 已经被证明 可以减缓衰老 导致的肌肉力量下降 而石榴消化后 产生的尿石素A 能够促进线粒体滋事 改善老年人的线粒体功能 增加肌肉骨骼细胞的能量 从而能延缓衰老 最后提醒一点 石榴性温 吃多了容易上火 本身肺不太好 体恤的人呢 不要一次吃一个 很容易上火 口干舌燥 吃半个就行了 以上呢 就是石榴的十二大健康功效 OK 这期节目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